我是你们可爱的Diana老师 继续来看 自然拼读法学单词 很有意思 我们接下来 印度朋友 出现了印度 看一下这个单词 印度朋友带我们认识 字母爱 在单词当中的发音 跟着Diana老师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看到 这幅图片里面有一位 印度小朋友住在旅馆里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小昆虫朋友 在他自己的圆形房屋里面 出来了 谁在唱歌 我去看看吧 一只小鸟在唱歌 鼓掌对吧 我们的昆虫小朋友 好多双手都为他鼓掌起来 好 我们来看 最上面的这个单词是什么 是印度小朋友住的旅馆客栈 叫做in in 非常简单对不对 in in wonderful 然后向下看一下印度小朋友 印度的 印度人 我们都爱把他们叫做indian 跟老师说一下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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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那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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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那接下来看 igloo 这个单词非常的可爱 对吧 igloo 就好像是一个小怪物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 igloo 是什么呢 小昆虫的家看一下是个什么 圆形的建筑 就圆顶啊 一个圆顶型的这样的建筑就叫做igloo igloo 非常可爱 好 再接下来看昆虫 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甲壳虫 或者是看到一个带有硬壳的这些绿色的呀黑色的昆虫呢 统称之为insect 看一下in 前面啊 然后后面是sekt 两个音节啊 in sekt 跟老师连起来再读一下 ins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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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ravo 来看一下 哦 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嗯 Indians Insects live in the inn 哦 据说 印度小朋友们呀 住在客栈里面 旅馆里面 都可以 insects live in the igloo 那么昆虫们呢 住在圆形房屋里 原来在这个世界 哦 他们是这样选择居住的 对不对 Indians live in the inn and insects live in the igloo 很可爱的发音 好 the indian sings the indian就是 印度小朋友 特指啊 这位印度小朋友呢 sing 是什么 唱歌 sing 他唱到什么呀 原来字母 爱在单词当中的发音 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口线 跟老师一起读 Excellent 很好啊 I love my inn 我爱我的客栈 这个客栈简直太完美了 我很喜欢 住着非常的舒服 所以他说 I love my inn 所以字母爱在单词当中的发音啊 就是 A 比 同学们啊 一定要区别一下 字母A在单词当中的发音 还记得吗 苹果 Apple 记住这个嘴线啊 A 然后字母E 在单词当中的发音是 Elephant A 字母A A 字母E A 字母I 更小一点啊 嘴巴更小咯 A A 又像 E 又像 A 的这个音 发音口型R 再放松一点 嘴巴再张小一点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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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 啊 In Insect And Igloo 很可爱来看每一个单词 仔细来看一下 字母I在单词当中的发音 字母I 在单词当中 U In Indian Indian 两个音级啊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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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师念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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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看他住在哪里呀 客栈 旅馆 In In 非常好 字母I在单词当中的发音就是 In In 嘴巴都懒得张了这种 嗯 口型啊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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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完美 客栈 旅馆 OK 好 接下来呢 看一下我们的 比如说这个七星瓢虫 它属于什么 属于昆虫呀 昆虫怎么说 字母I在单词当中的发音是 嗯 嘴巴懒得张一点 啊 慵懒一些 前面是 In 后面是 Sect 同学们看到了吗 这是字母C呀 字母C 在单词中的发音是 K 所以是 Sect Sect In Sect 跟老师念一下 Ins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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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derful 昆虫就是 Insect 昆虫在 本讲故事当中 住在了哪里 住在了 Igloo 一个发音很好听 很可爱的单词 Igloo 啊 在这里 也要注意一下 字母I 在单词中的发音 Igloo Igloo 想象一下 咕噜咕噜 在这样的圆顶房子里面 你饿了 咕噜咕噜 对不对 Igloo Igloo Yes 圆顶建筑 了解了四个带有字母I的单词之后 我们来 确认一下 回顾一下 是否对应图片呢 大家来判断一下 首先 字母I 在单词当中发音 看到老师啊 笑容立刻收了回来 因为你的嘴巴要稍微收一点 不要张得很大 很好 那么 in in 是 旅馆 客栈 非常不错 好 那么 第二个 字母I 在单词当中的发音是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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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是什么呢 印度人 印度语都是Indian 就像Chinese 中国人 中国话是一样的 涉及到国籍啊 一些所属啊 我们说 手字母也是大写的 同学们这里注意一下 下面 Iglu 想象一下 肚子叫了 在圆形的建筑当中啊 你待着待太舒服了 就越来越饿 Iglu 圆形建筑 对不对 Iglu 还有字母I 在单词当中的发音是 Insect Insect 昆虫啊 Insect 在这里 OK 那我们带有 字母I的 四个单词 都认识了 来回顾一下 跟老师 重新朗读一遍 熟悉起来 这个故事啊 跟老师 一起念起来 会念同学 大声一点 Indians Live in the Insect Live in the Iglu The Indian Sing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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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My I Bravo 很好 再来一遍 快一点好吗 Indians Live in the In Insects Live in the Iglu The Indians Sings I I Love My In Perfect 很完美 这就是本讲内容 要跟大家分享的 字母I 在单词当中的 发音是 Excellent 完全没有问题 那同学们掌握了之后呢 课下也一定要 多跟着音乐一起 唱一唱哦 So Thank you 谢谢大家 Have a good day 祝你们今天愉快 我们下节课 再跟Dyna老师 一起来学习 自然拼读法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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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